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自认挺平衡的一个人 我看了他第一场辩论 我看到第二场辩论 我有点多心 虽然特朗普也是说 你看他讲就可以 我讲就不行 但是那边我是干主持人这行的 我微微觉得在场的媒体主持人 似乎是有点打压特朗普 没有微微 真的确实太明显了 那你美国的这种中立的这种媒体人 我觉得这个从起的方面 他怎么反思呢 第一是那个timing 就是他那一场辩论 是刚刚好他的那个不雅 视频 刚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可能我觉得 因为这个主持里面也有女士 我觉得那就是天生的 就反感他 很讨厌这个人 男的也有点不给他机会 对男的也是 所以他自己都在台上说 他说这个辩论是一比三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那一场辩论 要说的话 特朗普表现得太好了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特别影响特别绅士 那个那个 那希拉里说 他说你看就这样的人 我们敢把我们国家的司法系统 交给他去掌握吗 好 然后下面就 他说当然不敢了 这样的话你就坐牢了 可是那个耍嘴皮子 我觉得我记得我们前一集 我用了一个词 common sense 常识 当出现一个这样的候选人 他的美品 还有荒唐 已经过了那个常识的底线的时候 比方说 说你几十年没交税 他说表示我聪明啊 意思是说怎么样懂得走那个法律漏洞 那过得常识了吧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都觉得 哎 有没有搞错 假如你这是聪明 当我们是什么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媒体这样来批评 批评他 媒体不是批评他什么 都针对他一点一点 包括了 不应该把公权力放在他手上 而且呢 这个事情啊 要我说总体上也是个平衡 因为之前呢 我看美国媒体也有一个反思 就是在这个特朗普这个这个选情民意 之前上升的时候 美国媒体就是说 说我们都上了他的当 就是因为媒体就是好奇嘛 他这个放大炮啊 他这个是放这种金句啊 说说我们一统计下来 这几个月以来 他占了我们百分之多少的这个版面 这是谁造成的 所以实际上他也是 他们也在纠正 先阳后裔可能 我还是觉得因为过了常识的底线 那另外反而这个问题呢 要倒过来看 为什么一个过了常识的底线的 那么没品的人 到今天那个民意支持率 还有百分之三十多四十 那这个人 这一群人到底是谁呢 因为一个居然叫俄国人来 那个来hack来hack来找干预的人 一个什么在要在美国什么建立围城等等的人 怎么还有百分之四十呢 那在美国好多人就讨论 这一群人是什么呢 那大体就是几群人吧 第一群是什么 仇女狂 仇啊 仇恨 仇恨妇女的 我不管他怎么难 我就要不要给我们大美国给一个女总统出现 因为美国就是我们白人男人的 OK 然后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呢 排外主义者嘛 就是排外嘛 就是因为他的特朗普那个排外政策非常明显 强悍嘛 还有当然这是白人至上论嘛 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看怎么会呢 我想不通了 百分之三 其实说到这个啊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 刚才其实讲到那个说辩论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 其实美国啊 他的这个主流的媒体导向 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的 我觉得他们开始达成一种共识 要在最后要来做一种 集体的这种舆论纠正 因为不是说CNN就是希拉里的吗 Clinton's National Network 有这种说法 就那肯定CNN他们在搞这个辩论 那肯定这个倾向性很明显 可能在一开始呢 还要注意啊 我们是一个这个公正的中立的一个媒体 但是一看哎 这不行了 这个大家的这个舆论 好像一边倒啊 开始支持这个特朗普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出手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也是 说到支持特朗普的和反对特朗普的 我的感觉很明显是什么 利益不攸关者 反而是支持特朗普的 那些就是谁来当美国总统 对自己有着那种切身的 一种影响的人 那是坚决的反对特朗普来当 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当第一 美国乱了 第二就觉得他们说是一个 huge embarrassment 就是美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总统 第三他们觉得 那肯定也当不了四年 中间肯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希拉里至少他再不行 也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总统 但是认为特朗普将会不可预测 对他甚至因为我最近也有做一些 就美国方面的一些采访啊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我就问我如果说特朗普当了 你们的总统会怎么样 他说他都没有办法阻隔的 就没有人会愿意去为他工作 现在不是出来吗 那共和党的主席都已经在暗示 他不希望看到特朗普赢 就连自己的党不是党高层 甚至党主席都不支持他 那你朋友真的好心地的人 就是因为共和党这样 已经都希望把他赶下来了嘛 可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政治都是这样 当你坐上去你有权的时候 当初反对你的人 就过来讨饭吃了 我当初 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跟他采访的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也是前政要的 我就说我说那在那个时候 我们叫it's time to see the magic of power 对不对一样的意思 我说一旦他有了这样的权力 是不是人就去了 然后他当时就说他no magic power 他权力也没有魔法 就是这样子 这是他的体面的判断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事实 就是他当然事情没发生 可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古今中外 当你坐在那边 你再差的人 你只要屁股站要权力位置过来 所以你觉得这个不用担心 小人过来可是当然不会有人才 对我也觉得 其实真让特朗普当了 我觉得也无大碍 他最多是一个有点像那个 你看菲律宾那个有个什么杜特尔特 这个人有点小脾气 有点小脾气 他可能会发发牢骚 其实有的时候 在花边新闻里出现一下 我就觉得他真能真当了总统 哎责任 所以说这个自由 为什么这个人们讲 你说你要自由 自由是跟责任相伴的 当你真的有了责任的时候 他的这个自由啊 我就觉得 哎他是个精明的商人 你承认吗 其实他们有人讲说 美国什么体制 美国就是个大公司 嗯 那他就是个大公司 对 那么他这个公司架构 各框各面是互相捆绑 互相制约的 你一个特朗普 你能翻出多大的天 我觉得这次美国 他这个选情啊 让我就想到 我们平时自己玩的 那个杀人游戏 你知道吗 这个杀人游戏 游戏是刚刚开局的时候 很多人十几个人围一圈 拿killer牌的 拿杀手牌的 和拿警察牌的 往往是最谨慎的 最把这场游戏 当做自己的游戏的 一定不会乱说一句话 倒是那些拿平民牌的 一开始就说 你猜是谁 就乱说 就有点像现在美国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 反正事不关己 我觉得就是他 他在笑 你看他就会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次 我就要支持特朗普 因为他说的话好玩 就这种 但是呢 一旦是真正是 位置稍微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他们已经有一些 可能相关的一些利益 或者一些结构在那里了 他们就要悉心的保护 觉得自己 有相关利益在里面 我当然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我都是听着 桌面底下的 我怎么听美国方向上 有的朋友甚至说 真跟那个纸牌巫似的 都有的人 我的有的美国朋友说 说这个要是希拉里真当上 你看着吧 他们就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传闻 说甚至真的这夫妻俩 跟一些人命都有关系 你听说过吗 以前有 以前有 就是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他们有个好朋友 是读法律系的学院的时候 一起来合作的 然后也好像在 克林顿当州长的时候 他们有包一些工程 牵涉一些财务问题的 后来也当他白宫的某个 岗位的顾问 后来死掉嘛 自杀嘛 神秘自杀嘛 因为而且那时候的案件 旧案件 他们当州长的时候 那个财务案件 被调查 那自杀就要了案 但我没记错 大概是这样 是人命 然后可是你法律啊 我没有办法 我几能怀疑啊 没有办法证明 你们有 这个我都还没有听 有很大的新闻 很大的新闻 而不到黑暗的世界 咱们讲点这个光明的世界 这个最近美国 就是老吸引人 连这个美国的 这个Bob Dylan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觉得这很传奇 不过咱们想听 你知道Bob Dylan 谁都喜欢 是你的最爱 我记得 最爱也是之一吧 而且你想 这是一个19岁的 一个年轻人 发出的声音 是老仓的声音 就发出那种流浪汉 那种烟嗓子的 那种声音 走到一个酒吧 当年到纽约 走到一个酒吧 说老板 能给我找个地方住吗 上去说一对 就跟咱们 其实跟咱们 中国街头那种 打着板吹口琴 谈就来了一对 就Bob Dylan 就是那样开始的 所以这人太有魅力了 咱们可以看看 你说 那样小鲜肉的模样 但是唱出来的声音 是破铜烂铁一样的 所以极有魅力 你看看 是破铜烂铁一样的 Therefore have a band 这人太有魅力了 是破铜烂铁一样的 所以这人太有魅力了 嘉辉 这是你们文学界的事了 不过这次到底这个Bob Dylan 他是拒绝了还是没拒绝 中国人意淫的一塌糊涂啊 连他拒绝领诺奖的词 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是吧 非常好 就说让一个什么自由的人 对吧 失去自由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他颁一个奖 我觉得中国人民比谁都聪明 好像到这一分钟还没联络上吧 好像刚开始的消息说什么 他的经纪人听了之后说 好吧我会告诉他 可是我看了一下刑事例 他当天会在Vegas举行演唱会 可是后来就没有联络上 对啊大家期待 但他的Facebook上面 自己还发布了Bob Dylan 他获诺奖的消息 那不一定是他维护的 对我估计不是他自己写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comment 没有评论 没有回应 那到时候去 很多的不仅文学家 那叫Freyman Feyrman 他拿的是物理学长 一个美国的物理学长 很好玩的 好像在公布他拿掌那一天 然后他在office 他办公室 不是公布 人家会先打电话找他的 坦白讲来确定 他大概是有这个机会 他在忙 然后还跟人家说 我在忙了我不管 以后再打来 然后公布的时候 他还在美国的酒吧 在看跳脱衣舞 然后有人过来告诉他 这个消息了 他马上就那个 马上要多 本来自己找一个 再跳一个 再跳三个 再跳三个 这样啊 我是飞不是双飞 马上再找几个来 很好玩啊 他很好玩的人 他经常乱七八糟 好像我没记错 他有没有去领长 好像也没去吧 好多了 像我们喜欢看推理小说的 钱德勒 他没拿掌 可是一直说他可能会拿 然后他也说 值得吗 我好担心我拿了 因为值得吗 为了这样掌 要穿上我的tuxedo 跑去欧洲 跑去飞过去 这样好多人不缺的吧 他会领巨额奖金呢 对于科学家来讲 还是价值不菲的 有人会 你看我们穿严 大家伙 礼服都穿上了 就去领巨领 讲三个故事 对吧 就是 讲五哥比较好 问题在于 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 颁给一个所谓的流行歌手 这方面我看的 曾经的 我看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一般就是说 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够酷 对吧 顺应时代 然后也有的人说 不是巴布迪勒 需要诺贝尔 而是诺贝尔 需要巴布迪勒 因为诺贝尔 已经慢慢老朽了 所以他找一个这个 又重新抬起他的声势 但是我也看到有反对的 比方说有的文学界的人就认为 就说我也很崇拜巴布迪勒 但是呢 他认为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是阅读的 而不是歌唱的 但是恰恰这个颁奖词里讲呢 就是他是在美国的这个歌曲传统当中啊 进入有这个诗性的成分 文学的成分 甚至我看瑞典这18个人 都把他跟这个河马史诗 就是吟游诗人啊 行吟诗人 跟这种伟大的史诗传统相并列 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问号 我在怀疑啊 完全很简单嘛 你用中国的诗词就知道嘛 是唱的嘛 以前是唱 还有剧本 戏剧 不是戏曲啊 戏剧 洛贝尔颁过给剧本的嘛 戏剧 戏剧是演的 可是重点是他画为文字 当然值得 而且我们想一下 村上村树的说法 大家都说每一年他可能会得 陪跑 可是他早就写了 他写谈到诺贝尔奖 他说当然那说法大家都知道 说大家真的创作文学的人 不会太在意 有当然很高兴 可是创作的人最注重自己 有没有继续作品出来 第二个有没有获得公道的评论 然后可是也不表示我们不缺这个掌 那村上怎么说呢 说假如某一个掌 颁给谁 是对于某一种文类的肯定的话 那就是一个良掌 翻译为中文 善良的良 良好的良 良 良掌 那个掌就是好的 因为他鼓励了肯定了某一种的文类 那假如从村上这样的角度看 那很好啊 歌词 而且好像是流行 哎 流行不容易了 而且流行不是他想的 他这是创作 没错 可能流行歌 可能不流行 那是后果 他甚至 他甚至讨厌被你们流行 对啊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我们讲流行啊 太泛了 我甚至在我的心目中 我不把Bob Dylan归为流行歌手 他是摇滚 他玩的是摇滚 摇滚和流行不一样的 其实 他是早期他是民谣 后来呢 他又摇滚 是 但摇滚的话 他 他更注重的 其实是一种精神 我觉得中国啊 其实是没有经历 那个摇滚年代的 而且要我看 其实 摇滚 他的出现呢 应该说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我不知道 是不是讲的 有点太远了 甚至和这种画派 他的出现 和那个时候的印象派 印象派后期就到了什么 抽象派那个出现 他是同步的 就像从以前的经典画派 一下子到了现代派 现代派的时候 又和那个爵士乐 那个时候 其实你看 他是一起出来的 你这个思维就够摇滚的 我就觉得说 他不是说一种流行 是任何时候都有流行的 就上个世纪也有流行 200年前也有流行 就是当下的流行 我们现在也有流行 但是摇滚 是那个特定年代的 他的一个音乐的产物 所以说 那个时候 我相信啊 Bob Dylan 他可能也更愿意 把自己 就是定义为 你这么年轻的人 你喜欢过他吗 要这样说啊 我的车里边有很多音乐啊 我听来听去 我觉得还就是他的 其实最耐听 只能是这样的字说 你说我要是很疯狂的 去追过他吗 没有 但是呢 就是他的歌 你会觉得是乐听 有味道 而且啊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 我觉得是我 至少是很喜欢的 不管是他的歌 还是他这个人 就是不俗 没错 他呀 我们这些个 喜欢他 或者崇拜他的人 就觉得神龙见首 不见尾 你知道这哥们 或者这爷们啊 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就是啊 永远拒绝被你们贴招签 哎呀 说的太对了 我没贴过 就是说 你们说我是谁啊 比如说那个时候 美国这种反战运动 反越战 什么性解放 美国青年运动 把他当成棋手 说这是我们的国歌 就是这个 Bluing的什么Win 这是我们的国歌 他拒绝这个 然后就是说 哎 很多人想象 就是他后来 他住在伍德斯托克 很多人 在很多人的描述中啊 他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是个棋手一样的人物 可实际 他根本就没去参加 就是他这个人呢 老是觉得 就让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 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个人 就是说 没有人有义务 不负众望 也没有人 有这样的 这个 这个怎么 权利 可以把你对我的希望 强加在我身上 那所以涛哥 你是不是这次 也希望看到他 不去领奖 不要比这个 什么所谓的诺贝尔 他做出任何选择 我觉得 都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他依然是自由的什么 比如他现在选择逃逆 我觉得也很酷 我觉得这个 就让我想到什么 那个 就米兰昆德拉的那个书 就是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轻 也是 我觉得我第一次 读那个书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悄悄成 我中学的时候看的 哎呀 那时候看我觉得 简直是 哎呀 怎么会有这些描写的 那个时候觉得 就是一本 我当言情小说在看 但是就觉得 他其实已经 引导我去看了 一个不同的世界 就是这种男女关系 婚姻关系 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那那个时候 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可能想象的 对不对 那时候早恋 都稍微需要处分的 全在那里 把你满足了 也没有 就反正看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 那本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 可能是爱情书吧 我不知道怎么样讲 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又开始看 我大学时候开始看的是 英文版的 就和那个 什么Animal Farm 还有什么1949 那个时候一起看的 那时候我很喜欢 我可能是最喜欢的 八四不计就是 先去广告 交交一下思维 枪枪三叶型广告 之后见 你知道实际这个早几年 就是很多文学界的这个大腕 是为他背书的 就是所以他得这个文学奖 不是偶然的 比方说那个六十年代 垮调派著名诗人 那个艾伦金斯堡 就曾经写文章 就认为他得 你看这艾伦金斯堡 恰恰是说呢 就说他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 就是诗歌本来是歌唱的 诗啊 本来就是唱出来的 就是你看 他说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 我哭了出来 新火传承到了新的一带 从早期的波西米亚 和垮调的一带 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 这批年轻人 我被他的修辞镇入了 这些诗词 简直就像圣经真言一样 撼动人心 这个人最爱看的书是圣经 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 他得到很多滋养 所以他的说法 跟我说的一样 男人就是耶稣 不是 看中国诗跟词都是这样 我们大学老师教诗 是唱出来的 把唐诗送出来的 我问你 你是作家 他得这个奖 你有不服气的地方吗 当然没有 我刚已经说了 第一个就是说 诗词是唱的 中国的是这样 欧洲的也是这样 然后戏剧 剧本也获得了 诺贝尔奖得过 那歌词当然可以 当然这是创作的文类 所以这个根本不成为问题 那我看 我还有一个杂志主编 在这朋友圈说 说照这么说 那个崔剑是不是也该得以中国文学奖 假如他到了一个水平 崔剑当年的这个歌词 但是我觉得说一千倒一万 真正的诺奖 没有我们看的那么纯的 你要去拿一个诺奖 就像平时三好生 你只是成绩好 永远都拿不了 你说比如说像中国的 拿的那个生物医学 图优优那个 如果说仅仅不是说 那个什么氢化素不好 那肯定是好 它够不够得诺奖 已经够了 但是如果说仅仅是 那个东西好的话 如果说没有中国 各方面的 我觉得一些努力 你就拿得了吗 拿不了的 人家都不会看你 都不会提你的名 然后你说美国 已经是多少年 没有拿诺奖了 说回来这是文学界 就是说有点生气 是在建议 这是也是common sense 就是说诺贝尔奖 不是 这是我们经常会这样说 什么时候 大家才会把拿奖 变成写得最好 或者说第一名 叫concept 连在一起了 没有人说拿什么奖 就表示 它那个是第一名 或写得最好 而是有个基本的说 well 你在某个文学的评断一组的标准 还不止一个标准 上面你过了一个门槛 你是那一群优秀的创作者 然后基于不管是政治 还是说道德考量 或者说批判考量 然后甚至历史 去年给了哪个州 今年给哪个州 就是你说的 不仅是文学的承受 可是前提是 他一定先有文学的承受 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 他有政治考量 他有国际人道关怀的考量 所以他就把他文学承受贬低 我们什么时候才懂得说 学懂说 不要把事情这么简单 有这个 怎么没有这个 而且我比较感兴趣是说 文道理刚刚说 他说那个自由的概念 他是一个自由人 自由的概念还包含说 我也充分认可 你是自由的人 怎么说呢 因为他 其实看他的访问很好玩的 他经常受访 都有好多的京剧 对 一次有个记者问他 Bob Dylan 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他说 随理说 我什么都是 也什么都不是 比方说 也有一次说 有人谈到那个 鲍与张志 鲍与张志 对 他也这样说 不同的人 当然可以看 感受到不同的效果 有人他的 原句是这样的 有人感受到 下雨暴雨 有人只是 get wet 弄湿了衣服 那看你的水平的高低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 假如觉得 他不够格拉的话 对不起 心理水平不够 我说他这个人 是 你欣赏不到 至于人家 Bob Dylan 人家的话说什么 在我看来 连鸟都不自由 他 彭